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80集的保佑党外白兵 冲集 大家好 我是寶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下以前做生意买卖的经历 寶哥最近也有一些经历想买生意 可以分享一下最后的经历 是否想买卖的 也不一定的 其实是怎么说呢 因为很久之前约了 本身手上有些生意 不讲什么 是试试市场 那时候其实我有做一个很有趣的 先讲一个故事的经历 那个经历是什么 我最近见了一个生意买家 简单说 有人想买我的生意 中间有个经历 那个经历是以前我的客人 什么叫你的客人 我以前做生意买卖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个 補习中心的Fantash 最后一次我买了几十家 那是我之前做生意买卖的时候 认识的朋友 后来他买了我的教育中心 他现在还在继续找 同时他就说 好像很好赚 做生意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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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带了他的买家 来跟我见面 我突然有种感觉 就是如果我早点有这个经历的话 我以前可能做这个买卖生意 会做得更加好的 因为我发现 在不同的角度看下 你就可以判断到 其实那样东西 你值不值得去买 就是一个这样的经验 那个故事话说是这样 那天早晨这么早 10点钟就约见面了 我10点钟就打点好一切 去到一个会面的地方 坐下 就见到 连同我的代理的朋友 两位中佬以上 就缓播地走过来 目測一个应该是40多岁 一个就达到50多岁 他们是一起还是分开两位 一起的 就是他们是一个群 我之前给了一些类似的资料 那一坐下 就是他们的态度已经很浪费 买家很浪费 为什么 不知道 可能他想用这样的气场 来压一下价格 或者什么 就在问 就是说 我没有做过你这行的 就是我其中一间餐厅 我没有做过饮食的 但是我之前做的生意 都很成功的 可以的 那就是叫了 他在买餐厅 他就说 所以有些问题想问一下 我会想说 不如带你去旁边看看 不如坐下来谈谈问一下 我心想 如果你是很需要问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你先不发席 他就先问我 可能他想挫我的真实反应 然后他就说 你餐厅开了多久 一个月要赚多少钱 还有一个位置 很注重 你有没有隐藏的开支 是你没有说的 隐藏的 就不会说 有就不会说 没有 回答你没有理由 你又不会相信 其实那个点是 我觉得 我每个月在走上的 那些要的人工就要开支 对吧 比如保险的那些 那些是run off的 那你又要脱离 那你也算了 可能我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一直在问上网 每个月有百多元 那些是不是开支 我已经 可能你说这句话 已经不够五句 我已经开始没什么耐性 百五元那些算不算开支 买饮桶算不算 这些都是来的 屌尼尾尾 然后他跟我说 其实我们也是想知道清楚一点 我说你可以问清楚一点 然后他说 那你这里有没有什么 旺季淡季的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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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当然有旺季淡季 大哥 我又不是做 我又不是做 就算电灯公司也有旺季淡季 做宾宜也没有 宾宜最近就是旺季 之前就是淡季 政府想怎样就怎样 然后我一直说 有没有那些 我说当然有 那你长假期就可能会淡季 有些时候就会旺季 blblbl 说起来 我觉得这些不合理的问题 你做一下研究都可以 用一下脑子的脑子也能想到 然后有一天 出狗兴我 是 他就说 你知道现在饮食的市道是很差的 我说是 外面如果以前 是个公司整件事没有说的 那个人就说 如果以前外面只是买个牌子 加上一些工具 七八十万都立即 立即博取 现在那些人 二三十万都要求 看看有没有人肯出货 就是这样跟我说 那我跟他说 我说 是呀 现在的事情当然是静的 然后我跟他说回一些原因 我有些地方我有礼物 我租货很便宜的 然后我一样东西就是 我简单说 他一定会先说这句话 你不要介意我说话很值 我介意 他说你也不要介意我说话很值 我又不会减价 其实你出个价格我未必会买 不过给他面子的 Agent 也算是一场相识 我只给了半个小时 因为我知道我要送外卖 我要送蛋糕 我没有给他太多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跟我聊天 然后他又问这个问题 他说他想压我价格 然而之意 他说我又很拒绝 我有我的优势 所以我才在这里 可以继续做 我喜欢做又做 不做又不做 没所谓的 其实 其实他又会有点赶紧 然后他突然间说 其实我们都是想跟你有个交友 我心想 蛤 还跟你反应一样 那个意思 他说 因为我也不是做开这一行 你看看你会不会留下三个月 半年 假設是整件事 可能是partnership不要賣脫 我心想 如果你想和別人partnership 你就不會太稀釋 所以基本上我考慮一下 其實我覺得你當作東西有點小 你有幾個outlet 你會考慮一次過賣光嗎 這樣問我 我說很貴 我說要買一些很貴的 因為他有兩個人 你一個人更貴一點 好像每一句話都在懷疑你說話 他就說有幾貴 你就開個價格 適合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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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有一個想法 第一 整件事 適合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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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兩個磨擦太厲害了 適合就談 你的海膽 適合就談 我會看以前的事 不是 你兩個磨擦太厲害 適合就談 即我會問我以前是怎樣的事情 我會找我分析那盆生意是否值買的呢 有些好東西 譬如他有問我 假設我買了你的員工會不會留 他說不肯定 我可以直接問他 我的員工跟我的員工的關係都挺好的 因為我們也不只是要計算錢 盡量都希望讓到他們 相對上我覺得有人會不同意 可能有人情味的經營方式 你是怎樣 我說不定 但我彈了他 如果看你的態度 可能你也要預備換人 然後他也是傻傻地 那一刻也穿著地 我最重要的是Agent 最後說了一兩句 希望大家的氣氛緩和一點 但太自出手了 沒有關係 譬如他在懷疑我的數目是怎樣 然後我立即開了POS 自己看看 但因為POS是每天每天的 說一年多兩年 你自己看看 然後我叫他滾滾滾滾幾下 我肯定他沒有問題 這樣很浪費我的時間 但是我會再看一件事 譬如你做一個生意的賣家 即如果你見到那個賣家 是這麼有壓力的話 你知道那本生意 其實你應該要認真考慮一下 如果反過來 他是非常討好你的 他會提供他那壹事給你 可能有些鬼有未來 可能有將來 可能有未來 很難賺錢 很難賺錢 不如我現在真的要割愛 我都賺夠了 那你就小心點 那一刻我就看 其實最諷刺是什麼 我就明白 為什麼我的朋友 會想做生意賣賣Agent 後來他打給我 即是完結那天晚上 我說我們怎樣 他問他可不可以打給我 那你打給我跟我說 然後我第一句就說 我一定不會跟他們有任何partnership 任何形式都肯定不會有 如果他是想partnership 他都不是這樣 那一刻他再誇張給我聽 那兩個人是什麼 原來一個以前做銀行的 又說什麼已經財務自由 另一個就是做什麼副二代 我五十多歲的那個 是副二代 也不知道老爸死了沒有 那變成第一代 副老爸 是不是這樣算的 也不是這樣算的 也是副二代 然後是口業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說 剛才說初創成功了 所以可能比較囂張 我說他財務自由也好 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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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如果他想和我有合作的關係 那不會是這樣的態度 因為你和一個不認識的人 要做partnership 基本上是超級困難的 所以第一又回住了他的提供 第二他就說他也想知道 譬如我全部一起買了 是買起錢的 那我也沒辦法 然後我也有跟我老婆聊 就是有沒有意義 我賣出去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其實我換了一塊 有錢 但是其實我也是負責負責 就是想想想我搭過另一間 人仔葛羊奶羊 那個太太像也有些事情想搞 類似的事情想搞 類似的工作 是不是很搞笑 話說我們旺角有間店 但是如果我們要坐下認真做事 我們就不喜歡留在店鋪 最近在旺角那個叫什麼 星際城市 我知道買電腦 旁邊有一個商業大廈頂樓 有一個co-working 然後我太太超喜歡 那個環境也不錯 比起我們辦公室之前 是有感覺一點的 他像是圖書館的感覺 你說WeWork 是不是WeWork 不過有點不同 我覺得像很多大學生活上 給錢溫習的那些 然後又有一點點食物 搞這些好 然後我覺得裝修得多貴 不過這是後話 為什麼會說到這裏 想做co-working space 可能你要一塊錢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 緊急 所以我們還未達到一個價錢 所以應該都是作罷算 但是我回顧一下 我以前是做agent的角色 agent當然要銷售你的生意 但是有時候 這個精明一點的賣家 他可能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你以前有沒有遇過這些 這些情況 我那時候還是很新手 這一單應該是 是後來跟那個賣家是熟了的 是 就是我那時候做agent 這壇東西就 好像是我跟天命一齊的 我單丟一起做的 好像是 如果我沒有記得是天命第一單丟 我記得是 那麽緊要 那是一間大圍的糖水店 那然後呢 好像有點印象 我不知道是否在這個節目說過 應該說了很久以前 所以可以重新再說過 那這件事我看到一個做agent的重要性 因為那壇東西我跟天命 當時還是很新 當然是不認識的 而我的重點是 就是銷售人做agent那一部分 為什麼呢 那個agent 他是一個地產agent 本身 銷售人是地產agent 那他就賣他的生意 而他就教釋了我一個好的agent 或者一個厲害的agent 應該是怎樣的 因為原來後來 找各方人物去問 那時候原來這個地產agent 是很臭的 疑似也不肯定 疑似是在中原偷資料 然後自己自然門戶 然後被人告什麽 搞多東西搞到著草什麽 那些 很複雜 但是這個人有他自己的能力 就是他走了歪路 但是走歪路不代表他的能力有問題 他立心不好 然後他厲害的那個位置是什麽呢 他就做了你剛剛這個agent 沒有做的事情 就是什麽呢 他無論跟買家也好 即是跟我們說 跟買家說也好 他作為一個agent 他做的事情很好 他就是說 因為店舖都是他老婆的 然後他就說 我老婆是很不太老皮的 但是我本身這壇生意的裝修是怎樣怎樣的 本身整理是給他休閒退休做的 他退休的了 我們都退休的了 他很不太老皮的 如果一會兒看見他 就比較禮貌就OK了 他反正都沒什麽 先給我下馬威 對 先說定 他用第三者角度說 然後他有說 就是他老婆很忙的 每天早上都要煮飯給我們 養很多餃子 煮好給很多餃子吃 我們每天都很忙的 然後說那些裝修是怎樣的 又有地台 又有這個櫃 又有度身訂做 然後本身是打算做很久的 但我老婆身體不好 沒有辦法 所以才放 因為這些 你會看到他包的故事很漂亮 現在聽到當然是說他夠了 但是你要明白 如果你是一個agent 你講到這些話 或者是他有類似的情況 然後你表達到的話 你就會知道為何他這麽困難 但是他都要放了 然後為什麼這麽生意是賺錢 他都要放了 這是一個好的故事 這是一個故事 令那個買家去合理化這件事 然後最厲害的是什麼 去到看店舖 正常堂水舖 老闆娘 即是店舖的老婆 然後就直接說了一下 就真的哭了 我真的很不想放 我擺很多心機 當他兒子 然後就說了一下 都幾好生意 之後我教你們 怎樣做些糖水 那些甜品 那些我教你做 那些我都不想看著他死 當然轉了手之後 不知道教了什麼東西 做些厲害難吃 但是很幸運 因為我買膠也是那些好人 後來就是在原本正在做的人 的一個廚師 轉了手之後沒有做的 但是他有一次回到大圍 想吃的時候 就覺得很難吃 發生什麼事 這麼難吃 然後他就教了那個賣家 怎樣做 就做得好吃飯 那他都很善心 但這件事去學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做那個人 當然不是叫你完全老作的謊 但是有些事情 你就是要 有些事情打定底 或者要先說 或者要跟那個賣家賣家說 就是你待會用什麼語氣跟他說話 那個賣家是什麼人 譬如那個A長認識你的 他沒理由不知道 你對著那些興奮的人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你對那個人興奮 你就興奮回去 還有你還要知道 那個跟你朋友 他知道你不是急放的 你不是急放 不是各樣 你對面那個語氣不好 我當然是不買你的賬 都不劣一下那個客人 所以這個你又要跟那個買家說定 就是這盤生意 起碼他要分析到就是 那個價格未必很容易商量 因為他的租本身很便宜 他的fix cost不高 所以其實他放不放呢 其實就不是那麼大 對他影響都不太大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就 我想那個態度語氣上 這些其實是要包裝的 沒有懶得砍的 越砍他越懶得 這些就是如果想那個價錢好商量 就要有 我想要friendly一點 對 就是你有些事情要打刑底 然後他也要跟你打刑底 他是一個富二代 一個是銀行家 你以為他沒有生意經驗 但是很喜歡七村 起碼都要打刑底 其實打刑底會好些 是的 因為他們離地 他們以為自己很厲害 所以很喜歡七村 所以希望你都包容一下 起碼你先說定 對 那我不用這麼看 對 來到他比你想像中 沒有那麼困難 那整件事就很多 這是agent的作用 你做agent 要看我拆什麼 當然我做agent 我當然沒有這些能力 當然是純粹 Tinder matching 那你兩個博物 我就是那個app 我就是那個app 但app收十幾% 你從那個時間性 Tinder都有配對功能 Match你先聊天 這些真的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做生意買賣的時候 學到的這些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打刑底 所以體驗上是很過癮的 在不同的情況下 有另一種感覺 那樣東西 其實不一定做生意買賣 你做什麼交易也是 尤其是香港是一個 盛產中間人的地方 你做得中間人 你就是要做那些陰謀 大家也知道 大家有看《責族喜劇》 監製就是那些陰謀 導演當然什麼都想拍的 然後什麼廣告都不下 但是廣告商就是要他 可樂的logo 就是要在一部電影 120分鐘 最好是拍照他的可樂觀 那這些事情 你就是要中間去做那個 劣 劣劣 就是要做那些陰謀 那你代得多錢少錢與否 就是那些陰謀做得好不好 是啊 所以真的是 那天的經驗 最近都最深在NFT裏面 小搞這些事情 然後客人就覺得 另外又回到那種 以前是怎樣 以前自己做成怎樣 現在他做成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也有趣味 所以為什麼我們以前舊公司 出那麼多牛鬼蛇神 其實你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我不去做一個好的陰謀 我純粹就是賺水魚 那我就不用煩了 就是這個銷售和公門生意 有好估計 各樣東西可能是堅持一點的 我都不教你用鬼方法去改 那些POS 鬼改 這些犯法我先當我沒有 那然後你又找個銷售和傻豬仔 那你又找個賣家是傻豬仔 那你一次的行李箱很厲害 傻豬 你是很容易會走到這個方向 如果銷售賣得這麼便宜 但然後其實你玩生意 其實你玩生意砸碗面那一陣 可能銷售賣只收回20萬 但是你估售賣只收回20萬 那你跟那個巴雅講80萬 那你跟那個巴雅講80萬 那巴雅還要給你 可能給你白皮的 我當10%先 那就是什麼呢 他總共給88 銷售賣收20 那中間那60萬 那幾萬人去哪裏呢 那你自己想 那你這樣 那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有見過 有見過 不認識 但我見過 有什麼事實 然後大家就會 就是你很容易走到這個方向 那我就找個傻豬 Sera 和傻豬 我便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變成傻小 那就好過 我鍛鍊什麼技術 又要阻礙又 直接找兩個傻小 所以養懶人 所以這個世界的運作方法 是不是大家所想 還是有這些輕鬆簡易賺錢法 那當然有很多 還有這麼多種悶怒 在來自有方 總有方法 所以為什麼現在做YouTube 見得多這些事情 說回來也要很久 對 即是怎樣 那個人經歷完這些 即是洗進原話 即是洗進原話 即是你經歷過這些 就 就會嚇到你了 就對錢 或者對人性 即是你會很理解 那個人 其實他未必 那個立心真的很不良 但他這樣賺錢 真的快很多 他真的不用煩 對人性 又相對深刻的了解 很坦白說 你比起打一個 因為通常人性 是一個你比較大的利益關頭 你才會需要去考量人性 譬如你每天在做佛工 正正常常的 你是不需要考驗你的人性 但假設那個人放在你面前 是一個有三球在你面前 那你才能考驗到人性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會見得到這些東西比較多很多 還有你有時候 那個人為何 那個人 舔到這樣 然後你就想想 如果他已經半年沒有開單 爸爸媽媽有絕症 由美也有絕症 等你養 即是類似這些 你舔不舔 這六十幾個 這些才是人性的考驗 所以修羅牆 看到很多東西 所以有時候在這些 所謂無人行出身 看到 有些趣味 對人生的看法有些不同 我覺得現在這樣 你這樣幾好 即是少一點血腥 現在不血腥 少很多 見不到 即是外面的商業世界 最後就是軍之外財取之誘導 那些聲風缺語的東西 不太適合我 我也覺得是 但有時候你經歷過才知道 對 先知道不適合自己 譬如我們離開了 但有些以前的同事都是找很多 我不是說他一定是很壞 但可能其實他在這種 戰場上才能發揮到他的 功用 功用也不一定 但有時候我經常都說 你不試就不會知道 因為你未試 其實都是你想像中的一個體會 試了 去到一個位置 真的覺得 你會發覺自己都是垃圾 自己都不會抵受到那個引誘 即是你現在說到 我沒有清高 即是我 我預期下面留言 那些我一定不會 很多人都是會 我去做地獄的工作之前 都覺得自己很清高 然後你就見到 要墮落就太容易了 你也是一樣 所以 你都是中國人 你都是畜生 所以 這些是跟你想像是不同的 你可以想像一萬個情況 到你真的去 有這個情況 你又是第二種 即你可能會再看得多些 還有在氣氛裏面 因為近來看完七宗序 就是你開始會有些 我剛剛看完 不是剛剛的 半年前看完 即是你有些貪婪 有些妒忌 在那個環境裏面 你慢慢的人都越來越貪 你看到旁邊有些 你不太喜歡的同事 找很多 你覺得他很肥 很養醜的人 應該找很多 你又有個妒忌 你慢慢有這些人的原罪 就是衝出來 然後你去到那個位 可能六十多 你當然要去射 射很多些 他要二萬元 我要去減價 再劈 即是給你一支槍 你射掉 No Oh God No 那個是 Oh God No 那個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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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 去想個人性 即是 在做這些工作 可以想一下 人性 就是 你 這些時刻 你有那些選擇 你會不會去做 所以到最後 沒有做的人 都是走了 是的 有些好組織 不適合做 有些試過才知道不適合做 這樣就離開了 有些就覺得很適合做 我根本就是吃這行飯 是的 即是 即是好像 嚴羅王那樣 是真的 很適合做 很適合做 唉 好 是的 即是嚴羅王是有他的厲害的地方 是的 他也 即是他又不是沒有錢 但他真的很有動力去 去賺錢 去購錢 即是我們用的行李箱這個字 其實是有些 即是不是很 是很適合的 是的 即是行李箱這個字 有些都不是很 這些廣東話才有這種感覺 是的 在一個道德善以下的行為 叫做行李箱 正常的行李箱 是的 行李箱錢 即正常是賺錢 他不是賺錢 他是行李箱錢 行李箱錢 不是 因為 這個應該是關他的 這個 他好像有說過 他有個 reconnell 不是 他有個 這些 這麼不合理的動力 一般都是來自於創傷 他有什麼創傷 他好像有說過 他有個親戚 那些類似 舅父 是賺很多錢的 是的 那一定是關我的事情 即是 我這裡是 夠分析 但基本上都是 我知道他有個有錢 舅父 然後給他錢 應該是創業的 是的 應該是關這些事情 那你裡面 你裡面有家 一定有很多 可能是他本身的家庭 被人看不起 他有說過 隔壁什麼 成大畢業都找得多過你 即是他當初做直銷 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窮的 你在讀什麼 神科 隔壁那個 成大BBA 都找得多過你 是阿屎 可能有過這些創傷 很多人都是靠負面的能量 去推動自己 他這一刻還是很有 都很厲害 真的 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都幻想到嚴羅王 我想他讀書的時間 都是一個乖子 其實他很明顯 很明顯是一個乖子 可能這個都是他把他 但一個人 如果你一輩子都是乖子 你的負面 即是你的叛逆能量 沒有出來 他可能這一刻 其實是在工作上 叛逆了 是的 所以真的 很難說 那你以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交易 有分享一下 很難說 有些不能出街 有沒有出街 有很特別的 不多 其實我自己想回 我以前 我以前 銷售基金的時候 是狼很多 即是賣生意 即6千元 我要叫他存4千元 那些 是的 但你去到生意 其實我很佛系 其實那時候 生意賣賣 我都 是自己的票 例如你個個都是要靠公司去 那些人會去派客 我是有些無端端有飄別人 飄些人 也不主動找的 但無端端有 我以前也是打call 我以前做得多補習社 補習社容易做 即補習社買賣 至少他的排位是多少人 他多少錢租 然後做補習 即是做功課輔導班 還是做專科 老闆如何 現在的事情是怎樣 已經離開了很久了 看看有沒有生意買Agent商訊來接受訪問 找一些以前舊同事 找一些還在做我 你找一些還在做你才有感覺 你不是說在Discord Group 撞過嗎 我也是 但其實他很Lay Back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Active 他也有血腥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 有誰沒有殺過人 人們看他的正面都是整個背部全身刀傷 有誰在地上沒有殺過人 罪孽心蟲 我有一種不想再有太多聯繫的感覺 不想跟江湖人士有聯繫 我已經拖了甘判洗手 真的 其實都可以逐個救同事 找些人來聊聊天 我覺得其他事情你講得很好的 就是在我們地獄訓練到 大家把口都總有一些水平 可以吹得兩嘴是事實 反而最近我想雜思改一下 我們現在做了多久 讓我看看 我有個想法想看大家有沒有吸收一些評論 25-20分鐘左右 我繼續這麼久 那我先給我趕著 最近有時候也有些聽眾會提供我 去問一些職場上的問題 例如剛剛有個聽眾 他爭取了很久要爭取加薪金 但他發現在過程中他經常都失敗 但其實他有說了一些背景給我聽 其實他應該在他這一刻他公司說 都算是一個相對上很價值的資料 如果我用一個比較密化的類型 公司又很長 然後又幫公司賺到錢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還要在他公司裏面 他最能下賣的 一定是最值錢的資料 在老闆裏面 他就想爭取加薪金 但這個事情都是卡住他 想了很久 其實我跟他推薪金 例如說好像開始有些東西可以動作 他不知道成不成功爭取 但好像能解決一些問題 我接下來想選擇一些互動的元素 封煙 封煙 例如立戀直播開一個交吹好像很無聊 我不是想做這件事 但可能你有些關於職場上的 或者生涯規劃上的 或者是你工作上的 你遇到一些問題 即是你真的覺得 我打個譬如轉不轉工好 或者這一刻你公司的格局是怎樣 等等這些東西 我想試一下會不會我們做一個Sections 就是封煙 你已經有這些問題 你可以DM我 或是DM白兵 DM寶哥 不要DM我 很多人DM你 DM寶哥 然後我們就選擇時間 我們就聊聊天 即是測一下這些問題 這裏剛剛好 大家記得DM寶哥 DM 寶哥的IG是Bow Medicine Gang 保養黨直營 Bow Medicine Gang 剛剛那個 要不要求加薪金 我又要再一次分享特朗普的故事 即是我直播也有說過 特朗普呢 他是富二代 他爸爸很容易有錢 然後他碰到紐約的時候很窮 那個時刻 即是 即是州政府 市政府不斷問聯邦政府借錢 那時候的紐約 然後他就跟政府談 就是我很容易有錢 我就在這個黃金地段賣了地 然後我就會建房子 譬如現在那棟特朗普圈 在曼哈頓 聚了黃金地段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這些 都是要買的 但是我用這個價錢買 最重要就是 我會幫你帶黃這裡 即是裡面會有什麼酒店 什麼賊 我幫你帶黃這個地段 但是你要免我40年歲 嘩 他這樣談的 然後他發展了很多他的地產事業 去到他真的成名 再成名 即是樓約都發展起來了 真是 即是整個樓約都旺了 然後開始有些記者就咒咎他 你是不是跟政府理得輸送 為什麼你可以有這麼多這些刀 談到的 然後有個記者就問 特朗普就問 你憑什麼可以免40年歲 你有什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可以談到這個刀不公平 然後特朗普就答過記者 因為我沒有請求50年 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 這下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厲害 你有多少斤 你有什麼班 然後呢 剛剛那個說 要不要加人工好呢 其實有時候你很講 你除了知道自己的定位 知道自己的價值之外 第二就是講心態 那你怎麼增加自己的心態 很簡單 如果我是你 我會給朋友的建議 就是你去找工作 你去找工作 你收到的offer 譬如你現在是300萬元的 你去找工作 你收到的offer是4萬 4萬5元的 你見你老闆的樣子都不同 你丟offer進去 有些人出4萬5元 做人做狗 自己選吧 做人做狗 你穿上那件T 我們等一下要做 Be Human Be Dog 同你老闆說 Be Human 還是Be Dog 自己選 現在外面有4萬5元的offer給我 你沒有事情需要跟你老闆談 對嗎 然後你在外面這些地方 你又可以找 起碼你可以價價 原來我這個工作經驗 我這個能力 各樣那樣 去到哪裏 那你就知道你怎樣跟你老闆去預約 然後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你老闆不答應 就是轉工 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 你跟他很有感情 就糟糕 他又不是你老闆 就是這個商業世界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 因為你打工 例如剛才說 再伸延一點就是 你大概要知道 你自己這一刻 在公司的時間是怎樣 或者那個價格是怎樣 我覺得是這樣 你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很理性去看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部份 也有些調查所得 大部份人離開工作的地方 最主要原因都不是因為薪金 是因為開不開心 是因為開不開心 當那件事是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 當那件事是開不開心 關於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 其實 就是 不是完全是一個理性的決定 裡面有很多你感性上的事情 但是 不要永遠都是你自己吃虧 有時候我覺得在商業上面 有很多事情 譬如我老婆經常跟我說 我經常都覺得 有些時候會覺得 會不會好像同事很慘 我經常都會說 譬如舉個例子 昨天是一號 我平時也是一號出糧 但是法例規定是七號之前出糧 昨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我要做一個拍檔 今晚上課 所以未做完 我沒有回店 今天就回到店 派出糧 我老婆收到一個同事的私訊 昨天晚上問我可不可以先出糧 然後我就說 好像很慘 我先出了給他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銀行帳戶 譬如說我是匯豐 他是中銀 他又沒有轉數快 他轉數快 我給幾元的交易費 很簡單 但沒有的話 譬如我從A銀行帳 B銀行帳 其實要給幾百元交易 這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個人的私訊帳 interbank是不用錢的 但是如果是商業的話 要收費 然後我最後也問他會不會 因為他給了一個帳戶 我現在跟他 那時候好東西 有九點多才收到 純資 不如我跟他進入那張票 或者是我 那就是四月一才可以拿 或者我按cash 去bank in給他 然後我太太說不用 其實我們法例上是七號之前 但我基本上每次都是一號出的 但有一點點日子 他都要為他的理財狀況負責任 那一下我就覺得不太多 那今天我就照樣給他 都沒有問題 其實 但是那個項目在哪裏呢 當我看回頭 就是我太太會相對上 比較理性一點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因為譬如你理不理虧 in a sense 當然我們有共通的一個 一件事 但是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難處 但不是over的太過份 而且法例也是一個框架 那都可以了 譬如我回到我以前 我還是打眼光 或者我在做地獄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想到對家太多 他會不會很慘 會不會很壞 甚至我做責任 都會有很多這些情況 其實就是 那個人不是很客觀去看那件事 但其實你 因為其實在商業的契約上面 譬如雇主和雇員 其實都是一個交易 即是出糧 出糧 其實就是去換回一些工作的事數 你幫公司做的事 然後就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 因為我是僱主 我經常都 有時候覺得 好像我們的事很被動 很少老闆 都會這樣想 通常會覺得 老闆是主動的 我經常收持職 有一段時間 我跟你們說過 然後我就是 譬如那件事 明明發展得好 可能他各自有不同的原因 他要辭職 我情感上當然是理解 不就是理性上當然理解 情感上又無端端出現這件事 但是現在開始就慢慢學會 那些事情是理性的 譬如他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他 他也可以選擇你 整件事會好一點 所以我再去看深入一點 譬如很多時候 一個人如果 如果你是在同一個工作環境 你停留了很久 而你還要是不開心 很容易經常有一些個人 不同的投射在你的工作裏面 那這個就是衍生比較大的問題 就很容易會是 譬如很多人會 譬如老闆的 你會有一些父輩 長輩的投射下去 變成你中國人社會 就是你不可以 叛逆你的長輩之類 那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你不敢揮 如果你的人不太成熟 那這個同樣道理 所以 其實在工作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可以去進步的地方的位置 嗯 是 這個也是重要的 大家 這集也差不多了 想封閉的朋友 你可以 DM我 想想你可能遇到這些問題 我也是那句 我們不是超級智囊 不過叫多幾個腦袋 是 嘗試去吹水 去拆解一下這些問題 或者你有些事情想做生意 或者你遇到一些騙案 你想分享 各方面的 都是開放的 大家一起聊聊天 我想 接下來都是新一年 明明已經是四月 新一年 又是新一年 是 泰國的新一年 潑水節 我們走泰國歷法 是 想多一點跟聽眾多一點互動 令到大家的投入 或者叫得著的東西 可以多拿一些 好嗎 就是這樣 今集來到這裡 好 拜拜 拜拜